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2024年4月的世界报道 接下来光照世人 还照亮了时代广场 教会的捐赠机带来前所未有这么多的捐赠 经过四年的整修 由他州圣桥至圣殿重新开放 但首先的是 从开狠土地到学校午餐 教会和世界粮食计划处 他在利比利亚教导至级自足 带来大丰盛 藉着受灵启发的关系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和世界粮食计划处 还有利比利亚政府 让西非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在首都蒙罗维亚 外的乡村社区七百五十个农夫 和他们的家庭变得自给自足 藉着他们的决心和努力 他们不单只生存 还发展逢购 透过小组的合作 他们最终得到 除了其他的食物 还有 稻米 的种植 收割 加工 销售 最必须的是还有烹煮食物 一年前他们失去希望 他们没有组织农民合作社 但现在他们的产量增加 生产力增强 要建立一个农业的商务中心 因为我们想他们现代化 这个中心有他们所需要的机器 现在我家里没有人再捱我 每个都一起工作 当每日结束的时候有食物 你就会很快乐 农民合作社的农民社区 结合起来去创造收入 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可以持续发展 不再需要教会 或者世界粮食计划处的工作和资助 I am so blessed I am so blessed 努力累积的成果 是可以透过学校自家种植 喂养计划带来温饱 充分表现出来 这些小朋友没有食物 就不回到学校 他们饿了又怎样来学习 我们从一个农场开始 研究如何种番茄、薯仔、秋葵和甜椒 然后将这些农作物带来这里 将他们变成有营养的学校午餐 当我们将午餐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看到他们的表情 真的令人觉得难以自信 谢谢 自从学校提供善食计划推出以来 学校报名的人数是倍增的 这样的小朋友就可以学习成长 发展他们所有的潜能 这里所有食物 还有饭 就是这些小朋友健康的午餐 我们相信救主的教义 他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类来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在利比利亚这里做的事 就是小朋友有食物 各个家庭为自己的家庭 和他们的社区生产自己的食物 他们不需要捐款 他们需要帮忙 我们在这里做的事 和尝试去成就的事 令我的心很温暖 我已经被改变了 为了纪念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 和美国世界粮食计划处 十周年的合作关系 教会二月在延湖城的主教中央仓库 举办了一个服务项目 组织的领袖 联同二百多位 本地年轻单身成人 一起装了超过4300个食物盒 送给亚沙奇前的食物储藏中心 如果我明天可以爬上山顶 在上面大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做的好事 我是会这样做的 这件是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做的事 这样令我们善于做大规模的工作 然后和其他擅长大规模工作的人合作 所以如果你渴望成为 比你更伟大的事的一份子 这个影响就会增强 义工包括总会持组会会长团 还有十二使徒定压组的 杰伐瑞赫伦俊奥 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的谈班 我们很荣幸有你们的参与 我们亦都为这些年轻成人为荣 作为周年庆祝服务的项目之一 教会和美国世界粮食计划处 宣布会一起捐出430万美元 在巴贝多建立物流中心 是那里第一个同类型的物流中心 那里经常受到巨风和水灾的侵集 在智力追求跟随耶稣基督榜样 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方面 教会发布了2023年的年度报告 在过去一年提供了超过13.6亿美元 在19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个项目里面 除此之外 教会也提供了620万小时的义工服务 在3月5日 昂海外州的加德兰圣殿 还有几座位于纳府的历史建筑 和很多手稿 和历史文物的拥有权和责任 正式由基督社区转移到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这些物业、历史文物和文件 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但是除此之外 这些物业本身有很大的灵性价值 加德兰圣殿会维持做历史建筑 免费开放比公众参观 同样 在纳府的私密家庭农庄 先知公馆和红专店 都会全年免费开放比公众参观 教会很沉重地 宣布十二使徒帝亚祖代理会长 罗素培纳 在2023年11月12日星期日去世 中年95岁 物文罗素培纳在1928年10月8日 在犹他州燕湖城出生 父母是物文培纳和杰罗亭斯密培纳 他曾经就读犹他大学 在那里认识巴巴拉暴文 他们在1951年 在燕湖圣殿结婚 欲有七名子女 和很多孙子女 和争孙子女 他在1976年蒙照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怀着对耶稣基督不老的爱 和对同胞游冲的爱 陪立会长担任使徒期间 祝福了世界上无数生命 我见证全人类的复活的救赎主 爱我们每一个人 祂已经认许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祂 祂会引导我们平安回到天父的身边 陪立会长去世之后 派翠克海荣长老 蒙自换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 最新的成员 帝卿间的情意是一个非凡的祝福 随着陪立会长去世 结佛罪赫伦长老被召唤为新任的十二使徒定额组 代理会长 他在11月15日由教会的罗素纳议讯会长 按手选牌 接下来 透过音乐团结世界 过了五十年 教会再次出版全新的《圣诗》旋辑 有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新歌 也有成员一向喜爱的诗歌 一起分享圣诗 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 在菲律宾为期九日 四场的音乐会得到空前成功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人带来 耶稣基督里面希望的信息 作为持续希望世界巡回音乐会的一部分 唱诗班二月到访菲律宾 吸引了当地的注意和这个祷告的精神 当耶稣睁大眼 他温柔感 笑 这个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都是纪录徒 而且他们很愿意和人分享 作为合唱团世界巡回演出的一部分 这次是他们一百零七年的历史以来 首次去到菲律宾 他们是第一个亚洲以外的合唱团 得到菲律宾参议院的表样 所以我们是得到他们的接纳 唱诗班还和菲律宾的两个著名歌手合唱 演唱会还有一部分歌曲是用菲律宾的塔加罗鱼演唱 我们是热爱音乐的人 大会堂唱诗班是其中一个方式去表达这种希望 和他们一定是传达善意的大使 唱诗班世界巡回下一站会回到美国 九月初会在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演出 十月大会堂唱诗班联同亚特兰大的两家著名学院的 欢乐合唱团一起演出每周广播的姓乐嘉宜 他们用大量喜乐、爱和纯粹的兴奋来欢迎我们 这几个唱诗班联合演出的构思 是已经和马丁路德金国际教堂学院的院长 商讨了好几年 我们其实代表着我老师马丁路德金博士 一个心外的社区 他期望的是那些人在那里会一起生活 不会有分歧而且充满话 在人的一生里面很难得会见到一本新的圣诗旋辑 在2018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开始创作一本新的圣诗旋辑 我觉得新一系列的圣诗将会很具启发性 非常动人 它会服务世界各地所有神的耳泪 到现在在2024年将会纳入新选辑一小部分的圣诗的电子板 即将在性乐应用程式 福音图书馆应用程式 和网上的音乐图书馆上推出 是逐步优先推出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会首先以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法文推出 当所有的人一起由心而发地合唱 就会很有力量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传统都会唱歌去崇拜神 无分哪个国家或者文化 随着教会在全球的成长 全新的圣诗旋辑每个语言版本都会是一致的 这样当透过歌曲来崇拜神的时候 教会里面就可以囊括更广阔的文化和传统 用一本圣诗旋辑去代表世界各地上的语言 这个事工真的很令人兴奋 新选辑会有很多新圣诗 同时会包括教会成员很熟悉 而有没有被纳入现时所有版本的 选辑中的诗歌 像这首深受爱大的歌 我很高兴知道万福源头歌 将会纳入我们新的圣诗选辑中 我们不是根据受欢迎程度去拣选圣诗 而是根据他提升崇拜的能力 我们提供神圣音乐给教会成员 是为帮助他们在崇拜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更加接近神 第一批的电子版圣诗将会在5月30日发布 会以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法文推出 之后每隔几个月就会推出其他批词的新圣诗 直至整本选辑完成为止 在未来几年 很多其他议员都会一样开始这个优先推出计划 和政府领袖会面加强合作关系 去帮助儿童提供清洁食水、医疗和灵性滋养 教会领袖在世界各地带来帮助和福音的希望 回来之后 我亲爱的慈座会姐妹 好感激今天能够跟大家讲话 为纪念慈座会成立1882周年 在3月17日星期日 罗素纳议讯会长 在全球持座会的祈祷会 向教会的妇女讲话 各位姐妹 千万不要低估了你们的非凡力量 这股力量能够影响他人向善 十二使徒定额组 迪特·乌希多长老 最近访问了华盛顿特区 和来自九个国家的大使和代表 还有美国的参议员会面 乌希多长老透过回答问题 和教导关于教会人导救援事工上的工作 还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灵性分享 去巩固彼此的关系 在11月 达卫·贝纳长老和太太苏山 施作了墨西哥的人民 教会宣布捐款一百万美元 去帮助阿卡普尔科巨峰的援助工作 那个地区十月尾那时 被巨峰奥迪斯侵袭 我们应该在祈祷里面更加警觉 以及尽力提供任何的支援 当贝纳长老在墨西哥那时 他还在柏楚卡和政府 以及不同的宗教领袖 讨论有关宗教自由的重要 他还参加了一场政府领袖 和外交官举办的墨西哥传教士训练中心开放日 通常都不会有两位使徒 一起去同一个地方 但是在2月中 贝纳长老和教会新任使徒 派出黑海荣长老一起 施助四个非洲国家 在利比利亚的首都蒙罗维亚 两位仕途和国家的新任总统 约瑟夫博亚海会面 贝纳长老和帕赘克海荣长老 还飞去内及利亚的首都亚布加 拜访国家清真寺的副首席伊玛穆 他们还去了当地两个会堂 很高兴认识你 在那里进行一些教育活动 向后期圣徒青少年和年轻成人 教导生活技能 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 年轻成人来这里学习砌砖 动画中的资讯科技技巧 还有福音研究所课程 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座建筑物进行 我们在教会中 收集年轻成人的问题 在11月 杨巴汉大学 马里奥特中心举行的祈祷会 昆迪奥克长老和太太玛丽 还有70元 哈拉克克巴特长老和太太 哈利斯丁 向教会的年轻成人 讲有关面对生活挑战和信心的问题 每一个世代都会面对一些 挑战他们信心的情况 我应许大家 只要你们中信地阅读经文 祈祷 和在生活中奉行忠教 最终你会找到 你们问题的答案 哈拉克长老11月 有很多的光 好荣幸可以在这个周年纪念 身处在这里 和教会用这个方式去庆祝 为纪念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被柬埔寨政府认可三十周年 十二使徒定额了的大二岁龙长老 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和柬埔寨的总理 红马来会面 这个在和平宫进行的历史性会面 岁龙长老宣布捐款近二百二十万美元 在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的乡村地区 兴建一个心脏科中心 岁龙长老的访问也包括访问一间 位于甘边的医院 那里的医疗器材 是由教会人导援助机构提供 拯救生命 之前试过气体爆炸 很多病人因为这里捐赠的仪器 而来到这里求医 因为他们可以对这些病人 分流和提供医治 在柬埔寨 岁龙夫妇还向成员施坐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建圣殿 和拜访兴建中的柬埔寨甘边圣殿 是一个礼拜船风式的活动 尼尔安德森长老和太太 海西安德森在二月当时 施坐了菲律宾 二、三 安德森夫妇拜访了一条村庄 教会在那里修复了三个大水缸 令一千二百个家庭 可以有方便的食水 有了这些水 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可以 而饮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活水 在圣湖安 他们和接受教会捐赠 轮宇和二支的人见面 我们很爱这些人 很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他们探访玛尼拉男女同事的 露宿者修容所 教会在那里分派文具和卫生用品套装 虽然你们现在正在短暂的过渡期中 不要忘记你们是神的孩子 这学的名字叫什么 圣明小学 当探访一间学校的时候 安德森夫妇向所有信仰的小朋友 教导有关家庭的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的孙女 他们还拜访了 玛尼拉传教士训练中心 他教导他是谁 和他可以带来什么事 在成员的家里私座 你们可否给我的儿子一个祝福 我很乐意这样做 还有带领一群青少年 参观兴建中的 菲律宾阿拉邦圣殿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展示有关主耶稣基督的能力 和真实性 虽然这里还未完成 但是我感受到它的存在 还有我可以感受到平安和安慰 2月 使徒罗纳德、罗斯本 和太太美洛尼 在夏威尔无伊岛 施坐后期圣徒 去年在拉海那的大规模山火 令很多人丧生 家园被烧毁 很多邻近地方到今天依然被封锁 当我和这些美好的后期圣徒 一起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遵守两条最大的戒命 他们爱神 他们爱耶稣基督 以及他们爱他们的男女同胞 10月 罗斯本长老去了越南 他和政府领袖包括副总理 讨论有关宗教自由的重要 他也去施坐了成员和传教士 2月 盖瑞史体民生长老和太太丽莎 施坐几个非洲国家的后期圣徒和传教士 我们真是很难忘 在坦桑尼亚 他们拜访一间当地医院 教会在那里捐款帮助妇女和小朋友 这里是为了孕妇和新生婴儿 议起的 你有多少个小朋友 在肯亚 史体民生长老参观即将员工的 肯亚内落比圣殿的工地 这些成员看着施工的过程 很开心地期待这座圣段的员工和奉献 他们也参与建立在非洲中部和东部的 后期圣徒的工作 那里有很多先驱者成员 作为欧洲施坐之旅的一部分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克罗地亚政府的 文化媒体部长会面 我们谈到有关政府关注的事 发现我们有很多方式是我们可以合作的 特别在帮助那些又狠切需求的人的方面 克里斯多长老也在布达佩斯和当地的领袖会面 他向他们解释圣殿崇拜的重要 和分享成员对在匈牙利建造第一座圣殿的 着弱之情 和菲律宾人民在一起 真是一个很温馨的经验 号称千岛之国 菲律宾是由几千个岛序组成 那里的人很友善 很高兴认识你 多谢 因为他们的人词和温柔 他们的坦誠 我感受到很自然的爱 这些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两位领袖 总会持座会会长占心姐妹 和总会初级会会长波特姐妹的经验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姐妹 你愿意用你双手工作去成就这件事 为期十天的私座之旅 他们探访了该国的三个主要岛序 和公民领袖人导援助工作的人员会面 他们是乐观的美好榜样 是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 找到的那种乐观 在玛尼拉和罗克沙斯市 他们参与了营养西茶 教会最近宣布全球的工作 去改善妈妈和他们小朋友的健康 这个项目是由总会持座会会长团带领 在卡比资省 波特姐妹参加初级会小朋友的服务项目 造福一间给青少年盲人龙人的学校 在那个星期里面 他们去到这个很特别的家里住 在那里会上学 但是每个人需要预备自己的食物 衣服和用品 我们初级会的小朋友 每人可以提供三袋这些物资 给那些小朋友 教会也支持当地非牟利组织的工作 像升起与重建 他们致力提供健康的午餐给学童 他们在一个和菲律宾副总统的会面 分享其中的工作 在他们的私座之旅 和85万名菲律宾后期圣徒 举行了几个祈祷会 菲律宾是一块充满信心的土地 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真的感受到 那些人提到的原居民的好客 占森会长也私座了 印第安纳州中西部 他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 印第信仰节 和副州长会面 参加一个由不同宗教举办的 有关宗教自由的论坛 这是会议最精彩的部分 因为这里有一位妇女 是代表和带领着 其他世界各地的妇女 而她的任务就是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12月 她去到南韩、日本和蒙古 在那里私座成员 参加南韩第一届的妇女大会 以及与蒙古国会的发言人会面 到了3月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国会 占森会长在国际妇女节当日 向一个小组说话 他在那里强调支持妇女的权利 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接下来 当这个破纪录的光照世人的 分享时间在纽约市揭幕 教会的捐赠机照亮了时代广场 以及当灾难来习 他们已经准备好 在巨峰爱莲娜之后 教会在佛罗里达州的乙公 立刻出动 3、2、1 说到新年倒数 没有其他地方比时代广场更具标志性 更加好 这个也是宣布2023年 推出全球光照世人捐赠机的地方 在11月27日赠送星期二的前夕 时代广场的灯有半个小时闪过不停 在时代广场上 不单只看到圣经诞生的故事 还有很漂亮地为这个圣诞时节 展开序幕 我没有想过我在有生之年 可以亲眼在这里看到 过去的圣诞节 纽约市是全球61个地方中 一个有捐赠机的地方 其中有43部在美国 而18部在世界各地 比去年多了超过一倍 在早上的揭幕仪式 九个国际和全球慈善伙伴的代表 都在场 现在比以前更加需要 光照世人 特别的是教会以不同形式 与这些组织合作 所有收到的东西 即是捐赠 是百分之一百 去回这些慈善组织那里 教会会负责 所有的负用 所有的设施 聖诞节是关于其他的人 是关于分享 这个圣诞节 有破纪录的1040万美元捐款 自2017年起累计 超过合共3200万美元 杨伯瀚大学 教育途径 创造的其中一个奇迹 就是现在我们 在教育里面 无论住在哪里 都可以接受负担得起的 高品质以灵性为基础的教育 杨伯瀚大学 全球教育途径 是一个网上高等教育机构 现在提供三年制的学位课程 服务超过6万5千名 在全球180个国家的学生 杨伯瀚大学全球教育途径的使命是 培养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在家、教会和社区里面的领袖 我们透过提供 以灵性为基础的工作的证书和学位 使学生在灵性和属性上自立 来达成这个目标 在菲律宾 巴特·罗努拉西想学习更多 有关他祖先的事 所以他在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报读家庭历史学位课程 现在他已经成为专业的俗补学家 有自己的生意 我可以变得自给自足 我可以公养家庭 然后最终帮到其他人 在墨西哥 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改变了罗伯瀚·卡斯蒂劳 对教育的看法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有很多的事是需要学习的 在美国 朱利亚和她先生计划 一起报名 参加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当她先生过身 她决定继续完成她的学位课程 我在所有这些课程学到的东西 帮助我应付很多事 不单止是我的忧伤 还有帮我三个儿女 去应付他们的忧伤 朱利亚感受到在教育中 将学术上的学习 结合灵性上的学习分别 我知道如何上学 和用熟悉的方法去学习 但是当我报读教育途径 我学习到如何用主义的方式去学习 在2018年 罗纳德纳皮成为西非国家 利比利亚首位教育途径的学生 在利比利亚读大学是太贵了 特别是你已经是有家庭的男人 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用可以负担的价钱 就提供到很多东西 在柬埔寨 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的宗教班 巩固了林何千恒和神的联系 他真的帮我认识我自己是谁 和神想我成为怎样的人 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在世界各地带来好的改变 杨伯瀚大学教育途径 其中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邀请主参与你的学习 当主参与我们的学习 闻就为我们打开 你好 这里是危机清理热线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在很久之前 已经为巨峰爱列纳做准备 过去一年我们训练资源会 去营运控制中心 来准备迎接风暴 在巨峰减弱之后 他们已经准备好 超过一千名的教会义工 去帮助给这个三级巨峰侵袭的居民 水涌入家 基本上破坏了屋里面所有的东西 这个小组移除浸坏了的家师 从屋内掃走泥和垃圾 斩了跌在屋顶的树 我们昨天根本不知道 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完成 这个真是超乎想象的祝福 在芬尼泉 千美派利文和一群传教士 清除了一棵挡住一个家庭 离开他们家的树 你向人表达爱的方式 就是透过帮助他们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服务 全部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和你的轮人 就是那两条最大的介面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 全世界圣殿的奉献 动土仪式和修复工作 包括去看看全新修复 历史悠久的圣乔治圣殿的内部 这是主的屋鱼 当我们进入圣殿 我们可以感受它的存在 随着圣殿崇拜工作 日应增加 几座新近完成 和整修好的圣殿 已经被重新奉献 包括十月八日 在美国的两场奉献仪式 在南面十二仕途定亚组的 迪特·乌希特掌佬奉献 德州默克亚年圣殿 它位于距离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只有几英里 这座圣殿将会服务在 利约格、南山谷、科伯克尼、史图 和拉雷多的后期圣殿 而在西面 史图由里西斯索瑞奉献 加州阳无何圣殿 它是加州第十二座圣殿 阳无何圣殿 是罗素纳义讯会长宣布后 五年零一日后奉献 在10月22日 几千名后期圣殿出席了 由史图·罗纳德·罗斯本主令的 泰国曼谷圣殿奉献儀式 它是第一座位于东南亚半岛的圣殿 这个圣殿区域涵盖 由柬埔寨到巴基斯坦 尼泊尔到印尼的地区 过了南中国海 日本冲城圣殿在11月12日 由史图·盖瑞史蒂民生奉献 冲城圣殿现时是日本第四座运作中的圣殿 单单是它就服务超过五千名成员 在1月14日 十二使徒底压祖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路 奉献了秘鲁 尼马拉斯·奥利佛斯圣殿 拉斯·奥利佛斯圣殿位于尼马北部 占地2.5英帽是利马第二座 也是秘鲁第四座运作中的圣殿 那里有超过六十万成员居住 一个星期后 克里斯多长路也奉献了 犹他州奥兰圣殿 位于亚沙奇山脈和犹他湖之间 奥兰圣殿作落在原本在挪威归信者 在164年移居到犹他州的聚居地方 而在3月24日总会会长团的 亨利艾灵会长奉献了犹他州 瑞德克利夫圣殿 在2018年宣布兴建的瑞德克利夫圣殿 是圣祥寺市中的第二座圣殿 还有全新修复的圣祥寺圣殿 除了奉献圣殿之外 自10月起还有以下的圣殿开始动土 加州莫德斯托、德州、玉斯堡、 台湾高雄、田纳西州、洛克斯维 和墨西哥的圣路易波托石 当你走进山谷 你会穿过先人掌、山崖树 还有凹凸不平的合谷 然后第一样你看到的就是圣殿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 犹他州圣祥至圣殿 位于一个同名的城市之中 在红色沙岩的背景上 它好像一个发光的玉瓶 经过三年的大整修之后 又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儿子 回来重新奉献 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 因为这座是我从小到大的圣殿 我在那里洗礼 在那里接受印度门 也和我太太在印证的地方 这座圣殿是美国西部的第一座圣殿 也是复兴教会的第三座圣殿 就是加德兰圣殿 和纳府圣殿之后的圣殿 它是目前服务中的圣殿之中 最古老的一座 早期先驱者的努力和牺牲 被二十一世纪的工匠 前径地看待 他们为这座圣殿的里里外外 进行大型修复工程 西面的整修 我们的版本是比较大一点 这就够容纳两部升降机和一条大楼梯 为圣殿与会者提供无障碍的环境 北面的整修就是在入口那里 加了一个广场和水池 因为这些升级的功能 原来结构的地基需要加固 包括一个更有效率的冷气系统 加固工程也巩固了下陷的四楼 现在可以再使用 内部的设计配合这座历史悠久的圣殿 这样设合1870和80年代 在洗礼池 接近150年历史的铸铁水池已被翻身 在这里 后期圣徒的祖先 在今生未有机会接受洗礼 可以透过代理人接受洗礼 那些祖先可以选择接受 或者拒绝被提供的教义 崇拜的人在指示室 被教导有关生命的目的 以及神的幸福计划 在恩正室 我们执行一对男女的婚姻 他们的关系不单是今生被结合 还会一直到永恒 高荣室象征天堂本身 这是主的屋鱼 当我们进入圣殿 我们可以感受它的存在 经过两个月对外开放 由他州圣乔治圣殿 从结佛岁赫伦长老 在12月10日重新奉献 我们去圣殿 是想要变得像他这样 我们去圣殿 去感受神曾经做过事 以及祂想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作为炎湖圣殿整修工程的一部分 具标志性的尖塔 在将近四年前首先被移除 看着很多出色和经验丰富的人 一起工作和合作 真是很好的感觉 现在经过修复和用钢铁加固 最后一个尖塔 已经被放在圣殿上 有超过800名工程人员在场庆祝 每个尖塔、钢铁的加固工程 只是众多重大巩固 圣殿尖塔的避震工作中的其中一项 预计炎湖圣殿和圣殿广场的整修工程 将会在2026年员工 我们回来之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领袖 从一位使徒身上得到啟发 拉丁文化在会议中心大放异彩 管家政务和可持续发展 并在犹他州教会建筑物相遇 令用水变得更有智慧 还有更多故事尽在焦点新闻 总会会长团任命出版一本 《教会首任先知的全新自传》 在9月《药室斯密文献》会议上宣布 新的自传将命名为先知药室 这个项目将要好几年才完成 会包含教会历史部门学者的著作 很多研究药室斯密文献的人 将会参与其中 在犹他州直播科技高峰会议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位贝纳长老 和犹他着涉队的班主来恩斯密 在几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领袖面前 进行了45分钟的答问大会 教育是开启成长和机会支援的锁石 接近一万五千名人士聚集一起 《庆祝各国之纲》 是教会举办的 年度拉丁美洲文化的庆祝活动 这个活动十一月在 延湖城会议中心举行 有一千个义务表演者 穿着传统服装 将心爱的拉丁美洲音乐 和传统再次活现眼前 为了减少用水 由他州几个会堂改变了景观 藉着减少草地改善灌概 和加入耐干性的植物 这个针对现有建筑物的先度计划 现在加入了教会采用的 智慧用水的新建筑方法 谢谢 谢谢 十一月三日 田纳西州美国参议员 和社区领袖 还有总会持座会 初级会和女青年会长团的 占心姐妹、布朗宁姐妹 和史潘洛斯姐妹一起会面 他们讨论有关宗教自由 还有巩固和保存家庭的重要性 这个会面令我们看到我们很孤单 几个教会总会 妇女同称少年组织的职员 九月中去到圣地牙哥 出席当地社区非牟利慈善组织 妇女领袖的外展会议 这些领袖在老城区摩尔门兵团的位置 彼此认识各自的组织 以及讲一下教会如何协助 达成他们的目标 为新圣殿Polo 一座在阿拉斯加安克拉寺的 古旧教会建筑物 为附近的教会带来新生 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单止是帮我们教会 而是阿拉斯加南部浸信教区的 112座教堂 我们是最后的前线 轮人要帮助轮人 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1、2、3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在阿拉斯加安德拉寺的布雷顿教堂 服务了社区已经有50年了 我通常都是来做东西 我很少来拆东西 要清拆这座建筑物 才可以有空间 兴建在2023年1月宣布的新圣殿 在推土机来到之前 和把其他杰租物料送去堆田 已经计划好给阿拉斯加社区组织 来拿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透过整个过程 这个就是主希望我们做的事 和主好喜悦 他会帮我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怎么做到 第一,联合卫尼工会将会开办幼儿园 阿拉斯就好像大部分的城市一样 很缺乏有牌的幼儿园 所以我们希望去填补这个需求 特别在市中心的社区那里 在基内的阿拉斯加儿童演艺学院 三年前有火灾 现在在重建中 这些材料是神赐给我们的 真是为州里面 很多像我们的其他工程 注入新的生命 我想今天我们收到好像十八道门 很多装饰和木工 相建通道的斜坡 和布幕系统 我们会将它们放在舞台上用 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多东西 但就可以帮我们省下几万元 我们就可以用来充实年轻人的生活 让他们将来有目标 新希望浸讯会为他们整个组织收集物资 我们看看可以做些什么 不单是帮助我们教会 而是我们的组织 即是阿拉斯加浸讯会资源网 我们今天所做的 不单是帮助我们教会 而是阿拉斯加南部浸讯教区的 112座教堂 阿拉斯加安克拉治 伊斯兰社区中心的主要学 需要一个港台 我们今天在这里 分享一些实物的想法 可能会变成社区之间的信任 对 我们可以对你作出贡献 希望将来我们可以贡献给教会 在安克拉治300英里外的尼纳纳市 来收集很多物资 包括蓝球架 将会用他们在新的活动大堂 我们的冬天又黑暗又长 小朋友没有什么可以做 所以这件事会为他们带来乐趣 而对于在这个会堂上教会的成员 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2007年当这个建筑物被火烧了之后 我记得走入教堂 看到天花跌落在墙上 周围都是雪 我感觉很悲伤 我担心现在好像那时候 来到看到所有东西都拆掉 但是我没有这个感觉 这里的能量和即将会发生的事 教会在阿拉斯加的成长 和社区的成长 令我感到很兴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